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资者都是嗅到了一丝牛市的迹象 本周在经历了连续上涨之后 A股开始出现了大幅震荡 而与此同时 两市的成交量却是屡创新高 市场资金的热情依旧不减 那么在热火朝天的市场背后 我们能否找到A股持续上涨的依据呢 在市场逐渐疯狂之时 我们又该如何来理智地应对 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 将会和各位一起来讨论 进入到今天的财经风味 财经风味 投资百味 大家好 我是冰风味 欢迎大家每周末 与我们去共进财富大餐 我们将省您的投资 像烹饪一样有趣 让财富充斥您的味蕾 同时我们的节目 在一财有看头平台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及时地收看 与我们及时地互动 市场如火如荼 但是我们发现在 这样如火如荼的市场里面 有很多的公告和减食 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聊当下的市场 投资投机到底应该中哪一边 看看市场到底还会往哪个方向 进一步的发展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进入本期的财富大餐 本期我们的标题是 A股的理智与疯狂 很多人都说这一轮的行情 是水涨船高 其中有一个数据好像是在上周末出台以后 全各大机构都是点评认为市场 是引起了巨的飞跃 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不太看 叫涉容数据 老袁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数据里面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看好 因为实际上整个社会的一个涉容数据 整个社会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数据 现在是创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 达到4.64万亿 那么这次的一个新贷数据 也是远超原先的一个预期 所以这一次就看到这个数据以后 好多人都认为 之前的一些宽松的一些货币政策 落地了 我看到这个数据了 落地了 小吴有什么想法 这个数据 涉容数据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影响应该是巨大的 巨大的 我认为是巨大的 真正主导这一波反弹 我认为还是内资 是那批真正聪明的一个内资 我们看到去年12月底的时候 内资在干嘛 疯狂地减仓 不断地砍仓 但是为什么到1月中后 他们开始不断地做加仓的动作 而且在整个盘面当中 显示的迹象 痕迹如此的这样一个明显 就是因为 有大量的这样一个内资 他们预期到1月份的 这样一个收容数据 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至少给整个市场 营造出一种宽信用的 这样一个预期 而且这种预期在短期 至少是无法被证伪的 所以整个市场 我们看到现在 还是处在一个 非常暖和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在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我们 大家还记得6月份 其实我们就见过准 但当时市场 我印象是说宽货币 而没有宽信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钱是放出来了 但企业拿不到钱 对 就是说 所以大家看到利率 其实也不高 但是企业一直拿不到 所以到现在为止 刚才小吴说了 叫宽信用 就说明企业开始 能够拿到钱了 这个社融数据看来是 在市场这一轮上面 我觉得是明显的锦上添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 刚才小吴说了 这一轮是内资在后期发力 内资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募基金 还有关系 今天大家看到了两融 两融 好久没听到这个词 两融我印象最高 在2015年6月份是23000亿 当时全A股的保证金余额 是32000亿 到现在两融最低 我印象是跌到了7000亿 对 三分之二以上看掉了 对 本周我看了一下两融拐头 是在2月12号 明显拐头 然后A股好像就是在 2月11号 12号 加速 两融来了 而且越来越快 每天以50亿100亿的速度上来 老爷怎么想 确实两融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是代表的一些 比较激进的一个资金 对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 一个市场现在的 一个短期的氛围比较好 而且两融数据 跟我们的走势 基本上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说 基本上它是合拍的 那是肯定 它因为是催化剂 对 所以我觉得投资的朋友 可以关注这个数据 小屋对两融怎么看 鼓励吗 其实我不是特别赞成 大家用杠杆的一个资金 对 因为杠杆资金一定会 造成你心理上面 更大的这样一个波动 对于股市波动反应 来说心理层面的 可以想象 借了钱炒股的人 他的心态一定是更急躁 否则主要把利息赚出来 对吧 否则谁来借钱 对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重大的拐点 就市场重大的拐点 两融通常来说 都是后知后觉的 可能他们一开始在砍的时候 市场已经慢慢 开始撬头了 后面发生 发觉市场真的不对了 发生趋势 开始有改变了 他们在加速进场 其实在最近这一段市场当中 反映出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 从一个旁观者 第三方的一个角度 去揣测一下 两融投资者的这样一个心态 我认为是有点着急的 因为之前是不断 在做砍仓的一个动作 现在是着急 把仓位都给加回来 我仔细看了一下两融的一个数字 很奇怪 就一月份开始涨的时候 一月份开始涨的时候 两融是往下 说明在涨的时候 很多人还在平仓 平仓 二月春节以后 一过三个交易日 突然之间拐头了 其实这实际上 就是反映了 刚才小吴所说的一个 投资者的一种心态 但回过头来说 我觉得两融 大家还是要适应它 其实它是市场的一种放大器 我觉得跌的时候也是放大器 涨的时候也会推波助来 从现在的一个角度来说 尽管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重大的转折可能有滞后 但一旦这批激进资金发现 确实转折了 它确实会通过这个来推波助来 我觉得老袁说的这个有道理 就是从我们来看 我们可能不鼓励投资者用量 但是这个事物 这个工具本身已经存在了 就一定会有人用 有人敢于去加杠杆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不能完全说 是不好的层面 至少对市场来说 说明大家的心气更高了 心性更足了 我们来看一些 相对好像偏负面的数据 本周我们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从春节前后 很明显地看到 ETF的晋升购 大量地来进来 从本周初开始 我发现一个数据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发现ETF开始有赎回的迹象 我们摘了两天 15号 18号的 我们会看到ETF明显地出现 晋升购的负数 而且数字还不小 这个是不是说明在连续上涨以后 有偷偷摸摸的一些 前瞻性的机构 开始做一些卖出来 因为这一波涨得最好的 就是ETF 小吴先说吧 怎么来说呢 其实春节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们当时说过 创业版翻篇了 所以当时如果是 有做翻篇动作 这样一部分资金 应该是会有率先 给市场做对手盘的 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如果大家不是在 单纯地去做ETF的一个配置的话 更多把重心放在个股上 其实就意味着 市场的一个活跃度也在增加 所以其实这样一个事物 还是有它的一个两面性 你的意思是 也有可能有人赎回 他去做个股了 他觉得跑不赢 这个行情要跑赢指数 也比较容易 老袁怎么看 我同意他的一个说法 其实在行情初期的说 大家不知道买什么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 你这个是赚一个平均指数 对吧 但我手上的股票 好像跑得比你快 就感觉 那我与其交给你来操作 我自己操作 我又爽是吧 就感觉就有可能 像小吴所说的这个现象 会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那两位看来 对这个数据 还是比较偏乐观的 如果说刚才那个事件 我们还可以解释 整个市场 它更多的是 投资者的风格性的切换 那我觉得这个事件 无疑是比较眨眼 我们看到轻仓式减持又来了 随着市场的上涨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所谓轻仓式减持 这里面我们说了69个 占比达15%的轻仓式减持 这么大的量 我想好像是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在市场那么热闹的情况下 出现这个两位怎么看 我觉得尽管说起来 是不和谐的一个声音 但从投资的一个角度来说 无可厚非 本身它二股东也好 其他的一些小股东也好 那对它来说 它对这个公司的话语权比较少 所以可能最初 它就是一个财务投资者 当市场好起来的时候 它一定会通过 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 把钱 把投资的一个收益 拿回来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现在市场出现 越来越多的 要减持的一个声音的话 那证明这个市场 确实起来了 小吴怎么看 我是觉得 这个数据应该要小心 应该要小心 因为它其实预示着 未来市场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最近的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 真正长得好的 真的是白马蓝虫吗 也不是 当然不是 反而是那些 相对来说 质地不是特别好的 甚至是之前爆过雷的 这样一个品种 只不过市场 水涨船高 整体的一个炒作氛围非常热 所以我们说上半年 注重的是投机 那么在一个投机 比较旺的一个市场当中 正好给予了他们 减持的这样一个条件 但是再往下看的话 大家想想 谁是最了解 上市公司的人 一定是那个 前十大的股东 他们如果非常了解 上市公司的话 那你想 他们做的一个决定 应该预示着 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向 对 正好说到这儿 我印象是在本周周中 我至少看到周三晚上 是突然之间有几十家 这个亏损的企业 而且数量还很大 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亏损的企业 很多人说 不是说一月底 这个天雷滚滚已经爆完了吗 怎么雷又来了 这个老爷老爷知道吗 有些是重复 原来是预告 那么现在是业绩快报 那有些是因为 它如果不是创业版和中小版 原来没有法定预告的一个义务 那么到了临近要这个业绩 要曝光之前 它也可以公告 所以可能这一部分 现在是假如说要有雷的话 可能主要是来自于主板 这一条消息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注意 中小版和创业版有要求 在1月31号之前 如果业绩变动50%以上 必须要做预告 而主板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主板很多 5000多家 这里面有商与简直的公司 大家要小心了 它很有可能都不发预告 直接到时候给你来年报 那如果有点良心的 可能之前再给你一个预告 所以接下来主板里面 有商与简直的公司 不是说雷没了 这些雷会慢慢慢慢地 继续地爆出来 我想今天我们聊了 这个市场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最后我想大家 大家还是想要知道的是 你们对操作上的一些建议 否则你们又说好的又说坏的 大家也吃不准 大家对操作上的建议 给大家一些吧 操作上的一个建议 其实我在节前的话 一直是建议大家 中重的一个藏位 因为如果是机构投资人翻篇的话 这应该就是一个趋势性的反弹 至少你觉得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 并且这样一个时长 我认为可能会比市场原先预期的要长 我还是建议大家保持在一个中等偏上的 这样一个仓位 中高仓位 对 但是如果是对于短期反弹幅度过大的品种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在适当的时点选择 进行一个卖出 再不断地去缺换到一些低位的 还在滞胀的品种 保证仓位 气高就低 老员对技术上指数这一块 我觉得从理智的一个角度 刚才小吴所说的我都同意 从日线的一个角度 确实很多指标都很高了 我也同意 但是如果用更长一些的一个指标 比如说周线指标 比如说月线指标来看的话 那我觉得这波行情 每一次日线上的拉回都是买入的 一个低息的一个时点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 目前最迫切的 就是要把钱变成筹板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我觉得 目前的这种状态 按以前的一个说法 连续这样涨 那是疯狂 我觉得疯狂就是未来 市场的一个常态 因为现在的一个传播速度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一旦一个个股 爆出一点什么利好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认同以后 这部分一买 当天就是一个板 封得死死的 那么这种以前称之为病毒是营销 病毒是传播 我觉得确实对我们的一个市场来说 现在就是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牛市来了 所以我觉得要注意这个 因为传播方式的一个变化 造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 这应该是常态 我觉得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大家觉得这个市场目前是 更偏向于情绪化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想此时 我们先把这一段的肉给吃足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风味性香 聊一聊整个市场 大家关注的一些点 再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在这一轮的操作里面 希望对你有用 进入本期的风味性香 进入本期的风味性香 行情很好 我们刚才说了投机重于投资 既然是投机 也需要一些方法 小吴先来吧 我看你带来的是概念炒作 还需要想象力 怎么来说呢 其实这一波反弹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的话 真正有太近地方 就是再一提再操作 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折叠屏 OAD 它启动的第一天 是京东方60亿的这样一个涨停 那一天是2月12号 当时有一个投资者 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问到的是华丽家族 在2月12号的时候 他问到华丽家族的是 关于它的这样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 一般来说在整个显示屏上面 还有一层触摸屏 你显示屏能做到柔性的话 是不是触摸屏 要做到一个柔性 对啊 12号的时候 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13号这一天 我们看到华丽家族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停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有部分投资者 已经帮你做好功课了 并且他们是真正 具有想象力的那批投资者 在此之前的话 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石墨烯的触摸屏 可以做到柔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市场 在整体比较 特别是局部 非常火热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的想象力 好像都被调动起来了 现在互联网了 是 大家又关注这个东西很多 所以互动平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些投机的属性 更重一些 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 不妨也是一个方式 它的这种联想 带动力 可能速度的传播病毒式的 会速度更快一些 老元今天教我们一招 好 所以这样我呢 想教大家一招呢 就是近期 到了周末的一个效应 这个周末的效应 怎么来利用好 周末效应 对 实际上在市场涨的 一个情况下呢 如果这一周 平前面几天连续大涨 那么到周末呢 一般情况下呢 会出现一个周末的 一个效应就是回落 那么这个周末的回落 主要实际上是 心理因素造成的 那前面大涨以后呢 对于原来 持有这批股票的人呢 他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就有一种想保住自己 胜利成果的这种冲动 他就会觉得 会不会我们周末 要是万一有一个 什么消息 到周一 啪 掉下来了 那我就损失了 这有点像节前 很多人想先落袋了 道理是一样的 到节后一看没事 还买好的就冲 道理是一样的 假如你知道 有这么一个规律的话 那你可以在周四周五 选择一个高点 我们盘面上呢 是2月13号 周三的时候 周三收盘出现了 再度的一个大涨 我在谈顾论经节目 包括我个人的 卫星公众号当中 都提示大家 到周末一定要防这个效应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二天 第三天 选择一个高点走 走完以后 你得记住 我们刚才在讲 大盘行情的时候 提到过 周线级别 月线级别 都是一个 做多的一个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 拉回就是买点 那当周五的时候 它打到 又打到了五天均线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做的一个差价 对 而且这个差价 做得好的话 幅度还蛮大的 对 所以如果你做完这个差价以后 你会发现 到周末一看 没有什么消息 并且你的成本已经降低了 即便有消息的话 你就等于是我这个差价 没做而已 对 那这样的话 对它来说 就立于一种不败之地 那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盈利 老员这个说得很细 看到拉高的时候 就先出掉 然后周末回踩的时候 又买入 这种节奏 我们也可以跟踪一段时间 如果你发现 这种节奏出现了变化 也许市场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方式 叫拉尾盘 因为在最近 特别是连市冲高的股票 我们发现有部分 开始出现拉尾盘的迹象 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提示 记住 拉尾盘不要跟 特别是在2点4 50分以后开始拉的 离均价很远的那些尾盘 一般不要跟 如果你一定要跟 你记住 99% 第二天都会低开 我在这里连续给大家看了几张图 从大家可以看一下 本周中的 本周初的 包括OLED的很多品种 拉尾盘 拉回10% 涨停板以后 第二天几乎都是低开 低开有的震荡 有的直接就下杀 所以对拉尾盘这一周 很多主力在这个时间的突袭 投资者们要谨慎 甚至你可以卖一下 利用它的拉尾盘来卖 往往是一个比较好的高点 今天我们教了大家几招 希望在当下的市场中 对你的收益会有帮助 本期的风味现象就到这里 进入本期的边学边转 在上一期我们讲了 怎么去识别假的希望之心 本期我们正好来说 它的孪生兄弟黄昏之心 怎么来识别假的黄昏之心 上期我们讲的是希望之心 大家再复习一遍 真的希望之心 是左面一根大阴线 一根十字心 右面一根大阳线 大阳线的量 大过大阴线的量 这叫希望之心 黄昏之心正好是反过来 左面是一根大阳线 上面是根十字心 右面是根大阴线 阴包阳 我们又称为涨势尽头线 一轮上涨的趋势的尽头 那么假的黄昏之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出现了这种形态以后 并没有出现尽头 反而震荡以后再度向上 让散户卖在涨势中途 很多股票在上涨的中途 特别是在启动前后 往往会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它要洗一洗盘 特别是在牛市的初中期 由于牛市初中期的行情很好 所以很多散户进入以后 不愿意轻易地让出筹码 而且很多人套牢很久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 往往会在涨势的初中期 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在整个的黄昏之心的 判断过程里面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 黄昏之心右侧的阴线 是否有效地吞没了阳线 我们说了左面是根阳线 这里是根十字心 右面是根阴线 这根阴线必须要有效地吞没阳线 第二 是否改变了原有的上涨趋势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它的整个图形 是不是把原有的上涨趋势给打破了 这是我们判别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准的 假的黄昏之心 我们看到图中是一根大阳线 大阳线的上面是一根十字心 然后出现了一根 带下影线的阴线 从图形来看 是一个标准的黄昏之心 而且黄昏之心之后 再搭了一根十字心 然后再加一根带上影线的阴线 图形非常的难看 但是如果你有效的去判别的话 你能够判别 这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在图中的黄昏之心的问题 有两个 第一个 阴线的实体还不够大 虽然连接两根中阴线 但是始终没能够有效的 把之前这根放量的阳线 给完全的吞没 第二 没有改变原有的上涨趋势 而更像是对原有平台的确认 我们看到这个股票是上涨以后 横盘了很久很久 然后一根大阳线突破 回抽 所以如果从这个图形来看 确实是一个黄昏之心 但是一 这根阴线不够大 第二 它并没有打破原有的平台 最后我们提示了一点 在黄昏之心的判断里面 有一些投资者经常会被筹码洗掉 没有关系 技术上我们说的是概率 所以如果你在这两根阴线里面 被筹码洗掉了 你也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机会 你等它纠错 再把它买回来 我们看到买回来以后 几乎这个位置就变成了 更有效的支撑 今天我们说的是 怎么去判别上涨途中的 黄昏之心的增强 我们在整个实战过程里面 希望对很多投资者 一是复习 二是实战 实战中更多的 要有应变和纠错的能力 本期的《边学边转》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儿了 我们发现市场还是非常的热 虽然中间的震荡开始加大 但就像我们说的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好像个股的活跃性 一直没有改变 一直很好 我想我们略微地提示一些风险 我发现在周末的时候 有部分个股 冲高的个股开始 跌幅也开始大起来了 是不是会在热点上 或者板开上会做一些切换 完全有这个可能 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 这一波其他 尤其科技板块当中 我想尽多范围代表 有点热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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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实际上转的吧